我最喜歡排骨便當 我最喜歡雞腿便當 美味開動 那我要今天做很倒楣 亮亮 你怎麼回來了 對啊 你不是跟朋友約好 要去吃飯嗎 是啊 不過他們都沒有等我 就全部走光了 妳今天不是很早就出去了嗎 但是因為我後來在地下街迷路了 所以最後到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走了 原來是 嗯 慢 多 咧 嗯 慢 多 咧 沒錯 嗯 慢 多 咧 就是你晚到了 你遲到了 你遲到了的意思 所以 嗯 慢 多 咧 會說了嗎 你遲到了 客家話怎麼說呢 嗯 慢 多 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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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了 博士 為什麼人家都說 螞蟻很會認露啊 這是真的嗎 螞蟻啊 是真的很會認露喔 嗨 朋友 你好啊 你好 哇 你今天搬了 好大一隻雞腿喔 對啊 哪邊還有喔 趕快去 好 我馬上就去 謝謝你喔 拜拜 好大的甜甜圈喔 還有一個 搬不動 嗨 朋友囉 你好啊 你們看 螞蟻啊 就是靠腳 還有頭上的觸腳啊 在溝通訊息的喔 真的耶 我們就交給你囉 我們走 好 他們好有禮貌喔 見面的時候都會打招呼耶 而且剛剛還互相合作 剛剛我們不是說 螞蟻啊 會認露嗎 來 阿滴 你用手試試看 把他們剛剛走過的路 擦一擦 好 味道不見囉 味道不見囉 啊 我知道了啦 原來螞蟻是靠味道來認露的 那我剛剛把牠的味道擦掉 牠不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不會的 別擔心 你們看 這裡 這裡有味道耶 我還聞到空中有雞腿的味道耶 走 好 1 2 1 2 1 所以螞蟻是透過味道 去找到回家的路 回家 糟糕 我要遲到了啦 趕快去到 再見 拜拜 剛好博士的排骨便當 是我的囉 等一下 剛剛螞蟻說 聞到雞腿的味道 該不會是 我的雞腿吧 我的雞腿 雞腿 雞腿 哈囉 我是月亮姐姐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記得按這裡的訂閱 就可以常常看到我們 另外還有很多更精采的節目 也都在這裡